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一位90后演员凭借其25年的演艺生涯 成为了众多观众的童年回忆 他就是杨子 不敢想象这位出生于1992年的年轻演员 竟然已经拍戏25年了 而且还是各种暴剧热剧的担当 他的成长历程犹如一部充满波折的励志剧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的精彩故事 杨子从小就对表演充满了热爱 早在1997年 年仅5岁的他就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孔子》 在这部剧中他饰演了少年孔子这一重要角色 展现出了惊人的表演天赋 此后的几年里 杨子又陆续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逐渐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他的演技和颜值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让人无法忽视 真正让杨子声名大噪的是2004年的古装剧《家有儿女》 在这部剧中他饰演了一个重组家庭中的大女儿小雪 聪明伶俐 善解人意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部剧也成为了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之作 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通过这部剧杨子成为了众多80后 90后观众的童年回忆也奠定了他在演艺圈的地位 在之后的几年里 杨子接连出演了多部热门电视剧 如漂亮的李慧珍 狼牙榜 欢乐颂等 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让他在演艺圈的地位日益稳固 他的演技不断精进 角色形象也从单一的青春少女逐渐向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中 他都能将角色塑造的栩栩如生 深得观众喜爱 作为一位90后演员 杨子的演艺生涯已经超过了25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他经历了童心的蜕变和成长的魔力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影视圈的当红小花旦之一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对表演的热爱坚持和努力 在拍摄过程中 他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用心去感受每一个情节 用真情实感去演艺每一个角色 正是这种对演艺事业的敬重和执着 让他在众多作品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 杨泽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他多次参加慈善活动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款捐物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的善举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回顾杨泽的25年演艺生涯 我们不禁为他的坚持和努力所感动 作为一位90后演员 他在演艺圈经历了许多变化和发展 但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但他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挫折 正是这种勇气和毅力 让他在众多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经典的角色形象 成为了无数观众的童年回忆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杨泽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期待他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 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经典的角色形象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从杨泽的故事中 汲取力量和勇气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